这是修学任何法文都不能跟他相识 但是这个成就 关键的是在心愿 坚定的心愿 决定没有疑惑 他能做得到 甚至是今都不需要学习 都不要解脱 就是这一句话 肯定成就 念这句话 万云发下 那么他成就 平位的高低 完全是看他放下多少 他要真正的是 怀疑精神讲的 与世出其世间的执着 统统放下 他身 实报 专业度 不是 身方便于于度 如果 他能够把分别放下了 就非常可能 孙世暴徒 孙世暴徒 必须是 放下其心动物 那放下 妄想 放下这个执着 分别执着 能吗 能 因为往生的时候 佛光诸照 把他的功夫提升了 这是临终时候见佛了 佛的一加持 这一加持 你一修多少的功夫 他会加一倍 就提升一倍 所以他就到 世暴徒 去了 用什么方法 修成佛人 就是一句 方法 欧益大师 在药节里面 讲得好 这后面 他都会 应用到 这个是 其他人 没说过的 欧益大师 能不能往生 决定在 幸愿之有 真心 切愿 没有一个 不往生 平位高下 仕途 三倍 九平 这个位置 高下 决定在 功夫的前身 念佛的功夫 的前身 功夫 你放下 你放下 我们懂的 这个道理 为什么不肯放下 不肯放下了 那对我们 这个 往生 极乐世界 平位上 造成了 很大的良安 你能够 彻底放下的话 往生 确实 就能够到 是宝贪 这个 这个里头 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信息 你不能 不知道 你修其他的法门 分别 执着放下 你只能够 生 舍法界 里面的 佛法界 你还没办法 出力 舍法界 为什么呢 你的妄想 没多 但是这种功夫 在尽宗法门 就决定 生是宝贪 为什么 佛来 借淫 佛光一照 把这功夫 提升一倍 就提上去了 这个信息 重要啊 这个多快啊 这是 等于说是 你到十性位的时候 第十性位 他一下就把你 提升到 出入菩萨了 一下就提升去了 这个是 阿弥陀佛 为神加持 阿弥陀佛的恩惠 恩得了 所以你能够放下 这个执着 佛就能帮助你的时候 往生的时候 你的分别就没有了 不但 执着你分别就没有 他提升了 这个在 司徒九语里面 是很大幅度的 向上提升 这个我们不能不想 我能帮助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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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我能帮助你的 给你帮助你的 优优优独播